就赚到4000美元 既然你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我就给你平台的访问权限 副总统赖清德台上演讲滔滔不绝 但内容好像怪怪的 你能听到这个消息 说明你的设备已经绰绰犹豫 这意味着你可以从现在开始 每小时赚取400美元 真假比一比 左边的是正牌副总统赖清德 右边这一位则经过身位技术变造 最新明显很不达 我们与政府合作 利用程序员的帮助 开发了软件的一部分 连总统也中招口中冒出中国用语 然而不止政治人物 甚至 任何台湾公民 无论经济状况如何 都可以获得高达20千美元的月收入 电视台主播嘴里说的 也全是投资话术 其事局警方发现 近期网络流传许多身位影片 却都在鼓吹民众投资加密货币 但经过刑事局查证 影片内容出现中国用语软件 而且嘴型也相当模糊 不自然 都是诈骗话术 警方研判 影片的幕后制作者 恐怕全是中国人士 虽然内容多半是鼓吹 投资加密货币 但选前实际敏感 不排除也有抹黑参选人 扰乱选情等其他意图 尤其身位影片越做越精致 警方将加强网络巡逻 又怕境外势力干扰国内选情 现在新闻成一乡有套 台湾报道